试意图,如有评写相关的问题,建议可找血液肿瘤科医师咨询,及早发现问题根源,图Engineage分享,台南市一名65岁妇女因评写问题就医医师问诊后安排,进一步检查,发现是大肠癌引起,医师指出造成评写的原因很多,但若未进一步找出根源,可能会错失癌症治疗时机。 柳盈奇美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肖盛彦,今天向中央社记者表示,这名患者就医后初步诊断为缺铁性贫血,在详细问诊后,发现病患已经停经,并且有大便习惯改变的状况,经分辨前节检验呈现阳性,再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,发现未大肠癌,经手术及辅助性化疗后,已经恢复健康。 肖盛彦表示,像这种一开始以为是单纯贫血,经检查却发现是因为癌症所导致的案例,其实并不少见,若没有找到源头予以根治,单纯治疗贫血或补充铁池及维生素,可能会错失癌症治疗时机。 他说,高龄者的贫血问题更不可轻忽,因贫血往往致癌症等巨大疾病发病前第一个出现的问题,造成贫血的因素很多,平时应多留意身体上出现的各种征兆,可致癌症筛检证安排检查。 如果有评写相关的问题,建议可找血液肿瘤科医师咨询及早发现问题根源。